在新士兵和平民兵将领眼里 刘璇是个软蛋 胆小怕事一捏就碎 事实上这是真正的刘璇吗不是 他们全都上当 真正的刘璇是一个 善于算计政治行政成本的高手 刘璇认为今时不同往日 他不是当年的项羽 刘璇也不是当年的高祖六邦 在造反兵团里边支持刘璇的 非但有刘家班 还有下江兵王长 一旦刘璇有什么 那不就会有一场大火 并两败俱伤 这可就成全了王王 也没有他刘璇什么事了 团结压到一切 这才是当前的政治任务 在这个决斗的天平上 要把刘璇落下马 那必须得等待实际成熟 当然了 刘璇也不是一个随便别人欺负的 当刘璇警告他的时候 他貌似是无动于衷 实际上已经暗自忍受了 刘璇料定在他没有动手之前 刘璇定然不肯乱动 也就是说 静以观变 是置敌的王者之道 从整个大局来看 这是一部险棋 也是一部好棋 但是有些人 他就是沉不住气 情不自禁的要跳起来 跟刘璇拍了个板 这个搅混水的家伙 名字叫刘继 是刘衍的一个老部下 凡是举世之人 那要说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混不下去的 江湖上也没有你的地位 很显然 这刘继是有刷子的人 当然这刘继不是刘邦那剂 这是设计的剂 不是两把 这刘继有一大把刷子 在照反兵团里边 要数不怕死的不是下将兵 而是眼前这刘继 因为不怕死 他屡见其功 头上的光环闪烁 毫不受用 匹夫刘继在他眼里 除了刘衍 谁都不是恶 所以自从新士兵和平民兵集团 扶持刘璇当皇帝以后 他就跳江起来大吵大闹 首先起兵图大事的人 那是刘衍不是你刘璇 好不容易打下点江山 劳动果实 竟然被刘璇你给叼了去 那毫不愤怒啊 但是刘继跳脚的时候 刘衍却把他给按下去了 从此以后呢 他又对刘璇恨不得插两刀 彼此不容了 刘衍当然他是很聪明的 他当然不容许刘继乱动 不然理亏气不壮 必然坏他大事 但是还有一更聪明的人 在背后呢 偷窥着刘衍的一举一动 当刘秀警告老哥 小心新士兵的时候 也叫他务必警惕一个阴人 说起来都没人相信 刘秀要提防的这人 竟然就是李懿 如果没有李懿 刘秀可能还是个贩骨商 可是刘秀自打 从跟李懿打交道以来 就觉得这个人不靠谱 后来事实证明 刘秀的判断是正确的 李懿跟随刘衍 刘秀起事后不久啊 内心就开始骚动不安了 当刘璇登基当皇帝以后 决定弃刘秀兄弟 拉到刘璇账下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 爬外之徒必然是吃礼之人 因为先有吃礼 你才能爬外 很显然李懿 就是这种吃礼爬外的货 李懿是吃刘璇的饭 当然要为刘璇所想 他认为刘璇和刘衍僵持不动 都在等待对方先动手 但是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没有最狡猾 只有更狡猾 都是那千年的狐狸 都别玩的聊斋 所以要等对方露出破绽 趁机出手 不是做事之道 真正的做事之道 不是等 而是主动发现对手的破绽 直倒命根 于是李懿秘密地会见了刘璇 献上一招毒计 刘璇一听 游戏 这招太好了 搞突击行动 他首先下力道诏书 要封永贯三军的刘璇 为抗威将军 但是很快刘璇传话回来 拒绝招风 我是刘璇的人 你凭什么风味 好 我要的就是这结果 李懿告诉刘璇 别想了 动手吧 李懿这招就是拿刘璇 逼刘璇出招 只要刘璇招数一出 必死无疑啊 现在刘璇召开武装集会 就在集会上 突然逮捕刘璇 说要斩首 理由很简单 领导我给刘璇你面子 你敬酒 不吃吃罚酒 果不其然 刘璇一看 杀刘璇 马上跳江起来 阻止同志表态 什么话都可以说 但是这刘璇就是不能杀 完了 刘璇中击 只见刘璇一不做二不休 大手一挥 拥上一帮人把刘璇绑起来了 当场斩首 就像一场大戏啊 敲了那么多锣 点了那么多鼓 做了那么多铺垫 拉了那么长的序幕 好像高潮没到呢 匆匆的受了尾了 斩草除根的 一个都不能少 摆平刘璇 下一就是刘秀 刘璇斩杀刘璇的时候 刘秀正在赴城 蹲点守城 就是今天 荷兰生宝丰县李东庄 当噩耗传到府城的时候 他如同噩梦的 一时间就傻了 刘秀当然知道 肯定会有翻脸这一天 可是没想到脸 翻得这么快 怎么办 跑不好 跑吧 跑得越快越好 这是所有正常人 会做出的最本能的反应 但是刘秀定了定神 做了一个 异乎寻常的动作 他马上动神 返回了晚间 回晚间干嘛呀 松死吧 当然不是 刘秀的回答是 跑 肯定是跑不掉了 赖也赖不掉了 明智之举 他 回晚线请罪 请什么罪啊 刘秀火速奔回晚线的时候 晚线城外 已经站着一帮人 列队欢迎了 仔细一看 这不是刘璇派来的特派员 他们全部来自司徒府内 都是刘衍的老部下 司徒府官员 各个面带爱情 以死人般的愁容 迎接一大伙人进城 这真是一个诡异的欢迎仪式啊 刘秀心里不得自是暗自的叫苦啊 刘衍这帮老同志啊 看起来是为他好 关键时刻 这招只能搞乱人心啊 但是刘秀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不动声色 谢过诸位 然后马不听题 直奔刘璇出 刘璇已经想好了 见到刘璇的时候 做到三步 只专心请罪 那三步呢 不谈私事 不替刘衍带笑 不请要昆杨之功 刘璇办了一席酒 宴请刘秀 酒席之上 刘秀只管喝酒 笑谈自如 半句私话都没有 哎 各位朋友们 多么可怕的一个人呢 刘秀就是一只大变色龙和大章鱼啊 为了生存 他选择了伪装作秀和极度忍让 忍让不是懦弱 而是为了生存 只有生存下来了 不惜一切代价的生存下来了 才有可能保存实力 进而有朝一日扳回败局 刘秀的三步政策 让刘璇极度愧疚不安 都是同族兄弟啊 人家寒心如苦的替你种瓜 香肩和台籍啊 于是乎动了侧隐之心的刘璇 就封刘秀为破鲁大将军 封无信后 刘秀已区区数万之兵 攻破往往数十万之中 被封破鲁大将军 实至名归吧 再封无信后 算是辛苦费也给够了 我是杀了刘衍 但是我待刘秀如此 他也应该满足了 或许这就是刘璇内心的想法 我认为 以上的想法不符合真实的刘璇 真实的刘璇什么样的呀 他没有忘记 他是怎么登基的 如果没有新士兵和平邻兵 就没有他的今天呢 但是刘衍这么一死 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权力彻底向他一边倾斜 可是刘璇更知道 刘炎死了以后 实现利益最大化的 不是他这个坐在台面上的皇帝 而是在他背后 忽视淡淡的新士兵和平邻兵啊 说到底就是王凤和陈牧 人家能扶你上台 照样可以踢得你满地找牙呀 所以为了自己能在台上混得久 必须留有一只力量制衡 新士兵和平邻兵 要不然 一旦他们自视强大 后果是不堪设想 他刘璇也别想好 所以刘璇不杀刘秀 风猴那将 其实是给自己留后路 他不担心刘秀会寻仇 打狗看主人 刘璇不是主人 不过是被别人利用的一条狗 所以他夹在刘秀和新士兵 平邻兵之间 最不难做人的就是他 相反他很安全 无论双方怎么打 都打不到他身上来 如果有一天 双方打得两败俱伤 当然最受益的 就是刘璇坐在台上看戏的了 正因为如此 刘秀才像刘璇 棋盘上的活气一样 被暴留了下来 就这样刘衍之死 被刘秀和刘璇两方 大事化小小事化聊 到了最后 谁不愿再提这件事了 没办法 双方还有共同的利益 在利益的面前 谁都是一样的 况且在他们面前 还有一个巨大的诱惑 等着他们 那个诱惑的名字 就叫做长安 只要拿下了长安 看下窃国大盗 往往的投入天下可定 接着刘璇就分排任务 大家各自忙活起来 刘璇布置了两个进攻任务 一支军队直扑五官 向长安进攻 一支军队则是向洛阳 一场巨大的风暴 即将向首都长安城 是席卷而来 造反兵们迎来了他们最美好的时代 他们的日子是往前数着过的 然而此时身居长安城的往往的日子 却是倒着数的 数着数着 他发现自己真没有多少日子可数了 王毅几乎带着他全部军事家产 输在昆阳城下 二话没说直接滚回长安城 输了就认了 问题是树倒胡孙散 最能争善战 却从来没人把他二话放在心上的言由 竟然带着副将陈茂将军投降到另一个叫流氓的气军那儿去了 退一万步来说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此时长安城里正弥漫着一股不祥的空气 空气里充斥着阴谋和杀气 先是有一个道士的高师 找到魏将军王胜 说据我查书考证啊 几乎所有神秘的预言书都说 刘氏必然兴盛 王莽新王朝必败 这不是吹 书上连皇帝名字都想好了 他就是国师刘秀 王舍是谁啊 王根的儿子 王莽的堂兄 王根死了以后 他能混到魏将军的位置上 拖的还是老弟王莽的福 如果没出问题的话 王舍一听这话 应该马上把道士推出去斩了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王舍听了以后如获之宝 马上去找国师刘秀 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刘新 刘新听了以后呢 又相继找了两个人 一个是大司马董忠 另外一个就是宫廷禁卫司令孙吉 很快的他们四个人呢 就形成了联盟了 按照目前的形势而言 把国师刘新呢 推上去当皇帝 当然这个时候他叫刘秀啊 咱们为了分清楚 所以呢就管他叫刘新 这个把国师刘新 推上去当皇帝 那是很没脑子的 于是他们一致认为 当前最为实相的做法 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 调动部队逮捕王莽 向刘璇政权投降 只有这样做 一扎老小方可报名 在王莽夺取汉朝权力 改朝换代的时候 王舍是出国立的 国师刘新 曾经当过幕后策划人 可以这么说 他们这四个人 可都是粘附在 王莽这棵大树上的大胡孙 如果他们都烦了 那王莽这日子呢 基本上就是到头了 而此时王莽已经 吃不香睡不甜了 每天送到他桌子上 在鲍鱼笼下 他才咽那么一点点 都没胃口了 为了解愁的饮酒无毒 一边喝一边读着兵书 困了就趴桌子上睡觉 先前染的黑发 一夜之间全部愁白了 他愁白头发 却没料到危险的炸弹 就要在他身边引爆了 终于 王舍等四大佬 引爆阴谋的炸弹 可万事总有个意外 炸弹没把王莽轰死 竟然失手 把三个人炸得粉身碎骨 说起来啊 这王莽也真是命大 正当危急时刻呢 王莽啊 这个王舍四人集团当中呢 就有人反悔了 这个人呢 就是宫廷禁卫官司令孙吉 这家死到临头 突然想起了 儒教的中义主义和理想 因为王莽本来都够惨了 大会儿呢 你一脚我一脚的踩着 他也没有道理 人都喘不过气来了 是不是 你还落井下石 这玩意不好道 于是乎呢 这要脸不要命的司令啊 就跑到王莽那儿 就把命给告了 王莽马上召来 大肆把董忠询问 董忠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来 王莽当场让虎奔将士 把他给剁了 阴谋泄露的消息一出 王舍和国师流心也紧张了 与其等着被王莽来砍头 不如自我了结 于是他们都上吊自杀了 搞死了三个重臣 王莽可谓是万年聚会 这些人啊 都是早年跟随了一起 干革命的老战友啊 如今连他们都反了 试问天下 还有谁能不反呢 正当王莽心灰一朗的时候 探报传来消息 说刘璇造反兵团 分开两路 一路正向吴官扑来 另外一路正向洛阳扑去 尽管说王毅在寇阳城下 输掉了王莽大部分的家当 但是话说回来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守护洛阳城和长安城的军队 他还是拿得出来的 他已经命令太师王光 守护洛阳 至于长安城吧 只要守住了五官 尽可以高枕无忧 可问题就在于 这五官能不能守得住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 王莽新任命的五官守将 毫无羞愧之色 打开关门 让造反兵团乌扬秧涌进来 造反兵就跟一把熊熊的燃眉之火 直向王莽卷来啊 事到如今王莽已经没辙了 没办法 只能等着大火烧身了 这时候大司空催发就告诉王莽 事情还没那么坏 要想扑灭这场灾难之火 办法还是有的 王莽一听犹如酒汗风干淋 哎呀激动的问 真的有办法吗 大司空催发慢慢有的 这个周理上说呀 国家予有大灾难 可以永枯生化解 我们都到这个时候了 为什么不像老天爷 哎好请求一下 你俩人一看着这 这不是胡扯吗 这不是 啊兵临城下了 马上让人给剁了 跪地也哭 老天爷 你救救我们 但是呢 王莽又如汪洋当中的溺水的人 抓了一根救命稻草 哭声都换在那 好 我信了 他之所以信 不仅是迷信周理 还是他之前就藏得过甜头 哎 大伙记不记得当年宅一起义的时候 眼看着要杀入长安城了 王莽率领群臣到汉室宗庙前拜天 哎 结果拜了几天城外传回好消息 说起军被剿灭了 好吧 都这个时候了 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罪了 果不其然 王莽带着满朝文武破关 来到了长安城南郊 哇哟 仰天仓哭啊 多日以来积累的诸多不顺之事 化成了一场庞陀的大泪 不是雨 在苍天面前的是倾盆而下呀 一边哭一边痛诉啊 王莽发自肺腑伤情的哭声 大混混不容易 小混混也不容易啊 王莽在前面伏地痛哭 后面官员哭得死去活来 我们不就是为了个富贵吗 怎么着跟了这个跟那个 每个都不行呢 是不是 王莽就纵观这哭声啊 引来了不少来看热闹的坎坷 咱们中国的这个坎坷精神呢 是源源流畅 为了多看一场戏 多一份谈资 他们甚至不惜从百里之外而来 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但是王莽这场戏 那演得太真了 围观的小市民们都不由得被感动了 哎呦 那帮前来看戏的人 看着看着不由得悲情大发 王家昨天丢了一头牛 王家那鸡昨天让隔壁王老二给吃了 哎呦 都跪地下娃娃 跟着中官一起哭起来了 这时候王莽站起来了 对着诸位看客说 啊 你看你们大伙既然都这么伤心啊 为国为民 咱们大家呢 这么茬啊 愿意哭 每天早晨晚上聚会南郊 凡来哭者啊 我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 早饭晚饭我们是管了啊 如果哭的卖力气还有奖金 是吧 更卖力的可以升官 我 王莽一语一记出啊 前来哭天的人跟老鼠出洞似的 呜呜呜呜 聚集的长安城南郊 哈家伙 长安城南郊跟公墓似的啊 有很多人把哭泣当成了事业 王莽派人监督点名 凡是卖命长库就升官 于是连封了五千多人为宫廷 禁卫官和狼管 王莽知道 仅仅靠哭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很简单 苍天诱人 可是造反的那帮兵 他们不相信眼泪啊 对不对 所以该哭的哭了 那实际工作 你也不能放手 也得做呀 他决定组织军队 死也得拼一回 王莽一口气 任命我们的九位将军 当初王毅率领数十万军队出征 刘衍他们的时候 待着诸多老虎猛兽 企图借此的壮大声势 吓唬老百姓 尽管说失败了 但是王莽认为 唬人的手段还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唬人呢 他把这九位将军呢 新人兵的九位将军 全都用虎字作为称号 王莽将几万精锐 交给了九位虎将军 奋斗多年 输的真的就只剩那么一点了 如果此次再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那这戏可真就落场了 所以为了鼓励 九位虎将军奋勇杀地 王莽做了两件事 将九位虎将军的妻子孩子 全部接到皇宫 当人质扣下 此期一 给九位虎将军部署发奖金 每人赏赏赐四千千 此期二 此去一出 军队哗然 个个的骂娘啊 稍微有点兵法常识的人都知道 移兵不用 用兵不移啊 临战之前 把将领们家属扣押当人质 这明摆着就是不信任 既然都不信任了 我还给你打个屁 还有 王莽手里有多少钱 主将们都是知道的 皇宫里他至少存了黄金六十一万金啊 当然了啊 咱们说清楚 在汉朝的时候 这黄桐也当黄金使啊 如果按王莽老早以前的性格 那就是散财 散钱消灾嘛 对不对 买人金送人情 现在死到临头了 有没有福气销售这钱还是个问题 你抠了 每人就发了四千钱 你大方叫话子的呀 此行此景 无不叫人心凉啊 这还打什么打呀 逃吧 这所谓三万精锐 一拉出长安城啊 造反兵稍微这么一冲击 鸟受散 有两位虎将军自杀 两位跑回请罪 剩下抬腿跑路 老婆孩童再找 不要了 这个时候造反兵团 战车已经开到长安城下准备工程了 被逼的走投无路的王莽 急得团团转 这个时候呢 梦然回头发现有一帮兄弟正睁着眼 很安详地看着他 王莽犹如黑夜里看到了一点灯火 兴奋地跳江起来 兄弟们好啊 我怎么忘了 你们了呢 曾记后当年秦莫洞乱时 陈生的先锋造反兵团 已破竹之时一路倒倒溪水 正当秦朝即将崩溃之时 秦少傅张汉请求秦二世 赦免替秦始皇休睦的数十万劳改犯 并分发武器 请命率军迎战 正是张汉的一战 将陈胜的西征大军打的是落花流水 并且一路追杀陈生是好不得已 王莽对着喊着兄弟 正是被他关在牢里的一帮劳动改造犯 就像当年张汉一样 他赦免这些劳改犯分配武器 为了充分调动这帮劳改犯的杀敌劲头 王莽在阵前杀猪银血 最后做了一次动员降话 王莽说兄弟们 你们要勇敢杀敌 如果敢做出不利于我的事 神贵将罪 果然又是吓唬老百姓那一套 玩了这么多年全数了 竟然连句像样的人话都不会说了 看来王莽这是真的不可救药了 果不其然的 这支劳改犯队伍一开过护城河 仿佛鸟飞出笼子 犹豫到了深海 也不知道谁呼一叫大伙 忽悠一下 飞鸟走狱全都散去了 等众人走后 还有一个人傻傻的在原地不动他 那个人就是王莽新任命的 率队出战的将领 自汉朝开国以来 他是第一个在战场上 成为真正的光杆司令的人 那个光杆司令很厚道 没有直接逃命 而是回去向王莽复命 可是他前脚刚进城 造反兵们后脚跟着杀城里来了 造反兵们一进城 第一件事就是挖坟掘墓 然后就到处找王莽 此时王莽在王毅的保护下 逃到了魏央公宣宣室殿 造反兵一进城就放火 火跟长了眼睛似的 就追着王莽烧 他只好躲到宣室殿里去 王莽狼卫不堪气喘吁吁 这时候他本能地抓起一把小刀来 跑到战步桌前 挥舞着小刀在桌子里边绕了几圈 口中念念有此 上天很照顾我呀 奈何兵便于我如何 说完王莽就坐在地上 头脑不清就一动不动了 此时王莽突然听到门外的砍杀之声 原来造反兵 听说王莽躲得宣室殿 紧追不放 王毅夫子率领树人也紧跟而来 拼命保护 很快王毅夫子及一帮护驾之徒 全死于肉搏之中 黄昏之时 王莽要躲到一间小房 这人生啊就像一怪圈 多年前的奋发图 枪从狭窄的空间走出去 走到了广阔的权力舞台 多年以后 他又从广阔的舞台 退售这片黑暗的天地 人生无望 他已经无路可逃了 这事有人冲进房屋 惊叫起来 王莽在此 然后他清晰地听到了 大刀砍落肩膀的声音 模糊之中 他听到外边的脚步声 是越来越多 声音是越来越杂 公元23年9月3日 傍晚 王莽被砍杀 碎成数段 众多造反兵 未抢王莽碎尸 据此围攻 大打出手 使死者有数十人 王莽新王朝的大幕 终于是落下来 历史的新主角 正在紧张地化妆 准备登场